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想象一下 如果梵高的星叶没有那深邃的蓝色和闪烁的黄色 它还会那么令人着迷吗?答案显然是否定的 说到色彩狂潮 我们不得不提到印象派 19世纪末 印象派画家们打破了传统的绘画规范 开始使用明亮而大胆的色彩来捕捉瞬间的光影变化 莫奈的《睡帘》系列就是一个经典的例子 这些画作在当时的艺术市场上引起了极大的轰动 甚至有人说 莫奈的色彩就像是一场视觉的烟火秀 让人目不暇接 再来 我们看看20世纪的现代艺术 毕加索的蓝色时期和玫瑰色时期 分别以冷色调和暖色调来表达不同的情感 这些色彩不仅仅是画作的主题 更是市场上的热点 毕加索的作品在拍卖会上屡创高价 这些色彩无疑是其中的重要因素 当然 色彩狂潮并不仅限于西方艺术 在中国 水墨画中的色彩运用同样令人惊叹 比如 张大千的《泼彩山水画》 将传统的水墨技法与西方的色彩观念结合 创造出独特的视觉效果 这些作品在国际市场上同样备受追捧 成为收藏家的心头好 说到这里 我们不得不提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色彩的流行趋势 就像时尚界有流行色 艺术市场也有色彩的潮流 某些颜色在某个时期特别受欢迎 这不仅影响了艺术家的创作 也影响了市场的需求 比如 20世纪60年代的波普艺术 鲜艳的色彩和大胆的对比 成为那个时代的标志 安迪 沃鹤的作品就是最好的例子 最后我们来聊聊色彩对市场价值的影响 研究显示 色彩鲜明对比强烈的画作 往往更容易吸引买家的注意 从而在市场上获得更高的价值 这也许就是 卫士摩那些色彩大胆的作品 总是能在拍卖会上 拍出天价的原因吧 总结来说 色彩在画作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它们不仅是艺术家情感的表达 更是市场价值的重要因素 无论是印象派的光影变换 还是现代艺术的色彩狂潮 这些色彩都为我们带来了一场又一场的视觉盛宴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色彩在艺术市场中的重要性 有更深入的了解 下次再看到那些色彩斑斓的画作时 别忘了 它们背后可是有着一段段精彩的故事呢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雕塑的形态狂想 市场的立体奇观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是雕塑的形态狂想 市场的立体奇观 这个题目听起来 有点像是某种艺术家的疯狂梦境 但其实它蕴含了许多有趣的历史和现代市场的故事 首先 让我们回到古希腊时代 当时的雕塑家们 可不是随便拿起一块石头 就开始雕刻的 他们需要经过严格的训练 学习人体解剖学 甚至还要了解数学和物理学 这些雕塑家们 创造了许多经典的作品 比如米罗的维纳斯和拉奥孔群像 这些作品 不仅展示了人类形体的美 也反映了当时社会对于美的追求 然而 雕塑的形态 并不仅仅停留在古典时期 随着时间的推移 雕塑的形式和材料 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中世纪的宗教雕塑 文艺复兴时期的写实雕塑 现代主义的抽象雕塑 甚至是当代的装置艺术 每一个时期 都有其独特的风格和特点 说到现代雕塑市场 那真是一个充满奇观的地方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一些看似简单的雕塑作品 竟然能卖出天价 比如 英国艺术家达米恩 赫斯特的一件作品 For the Love of God 这是一颗相满钻石的人类头骨 据说价值5000万英镑 这让人不禁想问 这些钻石是从哪里来的 头骨又是谁的 当然 现代雕塑市场 也有其幽默的一面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 在展览中展示了 一个空白的画框 声称这是无形的雕塑 更有趣的是 这件作品 竟然真的被卖出去了 这让我们不禁思考 艺术的价值究竟是什么 是作品本身 还是背后的理念 总的来说 雕塑的形态狂想 不仅仅是艺术家的创作过程 也是市场和观众 共同参与的奇观 无论是古典的美学追求 还是现代的市场狂热 雕塑都在不断挑战 我们对于形态和价值的认知 所以 下次当你看到一件 雕塑作品时 不妨停下来想一想 这件作品背后 有什么样的故事 它又是如何在市场中 找到自己的位置的 或许 你会发现一个全新的世界 谢谢小六子的介绍 那再跟我们介绍一下 画廊的奇幻迷宫 市场的梦幻旅程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要踏上一段奇幻的旅程 探索画廊这个迷宫般的市场 这里充满了艺术的梦幻 与现实的碰撞 让我们一起揭开这些神秘的面纱 首先 让我们从画廊的起源说起 画廊这个词 源自意大利语Gallaria 最早是指那些长廊 后来才演变成展示艺术品的场所 想象一下 早期的画廊 就像是贵族的私人收藏室 只有少数幸运 才能一睹未快 这就像是哈利波特的隐形斗篷 只有特定的人才能看到 随着时间的推移 画廊逐渐向公众开放 成为艺术家与观众之间的桥梁 这里就像是 爱丽丝蒙游仙境中的兔子洞 一旦进入 你会发现一个充满奇幻与惊喜的世界 每一幅画作 每一件雕塑 都有它们自己的故事 等待着你去发掘 然而 画廊的世界并不仅仅是梦幻的 它还有现实的一面 画廊精英者就像是迷宫的守护者 他们需要在艺术与商业之间找到平衡 这里的每一笔交易 都像是一场精心策划的棋局 需要智慧与策略 你可能会惊讶地发现 一些画廊精英者 甚至会像福尔摩斯一样 通过蛛丝马迹 来判断一件作品的真伪与价值 说到这里 我不得不提一个有趣的故事 曾经有一位画廊精英者 他发现了一幅看似普通的画作 但他凭着敏锐的眼光和丰富的经验 认为这幅画 可能是某位大师的早期作品 于是 他开始了一场如同印第安娜 琼斯般的探险 寻找这幅画的真实来历 最终 他成功证明了这幅画的价值 并以高价卖出 成为画廊界的一段佳画 当然 画廊的迷宫中 也有一些陷阱和挑战 比如 尾座和艳品 就像是迷宫中的陷阱 稍不留神 就会掉进去 这时候 画廊精英者 需要像哈利波特一样 运用魔法般的专业知识 来识别真伪 保护自己的画廊和客户 总的来说 画廊的世界 既充满了梦幻的艺术 也充满了现实的挑战 它就像是一个奇幻的迷宫 等待着我们去探索和发现 希望今天的分享 能让大家对画廊这个神秘的世界 有更多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在未来的日子里 能够像那些勇敢的探险家一样 勇敢地踏上这段奇幻的旅程 谢谢大家 各位同学 今天我们探讨了 艺术市场中的色彩 雕塑和画廊 这三大奇观 从色彩的狂潮 到雕塑的形态狂想 再到画廊的奇幻迷宫 我们一起走过了一段 充满视觉和感官盛宴的旅程 色彩在画作中不仅仅是颜料 更是情感和市场价值的载体 雕塑的形态不仅展示了美学 更反映了市场对于形态和价值的认知 画廊则是艺术与商业的交汇点 充满了梦幻与现实的碰撞 这些内容的深入分析 让我们看到了艺术市场背后的复杂性和多样性 色彩能够激起观众的情感共鸣 雕塑能够挑战我们对形态的理解 而画廊则是艺术品流通的重要渠道 每一个元素都在市场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 并且相互影响 共同组成了这个多姿多彩的艺术世界 希望今天的分享让大家对艺术市场有了更全面的了解 也希望你们能够带着这些知识 勇敢地探索这个充满奇幻的世界 艺术市场如同一场永不落幕的视觉盛宴 等待着你们去品味和发现 谢谢大家的关注和聆听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或想法 欢迎在讨论区留言 我很期待与你们的交流 你们对今天的话题有什么样的感想呢 有没有哪个部分特别让你感兴趣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吧 谢谢大家收看六度穿越系列节目 这个节目由媒体专业人士 科学家 工程技术人员编撰 设计 制作 但是 这些内容并非用于做出决策 或法律裁定的基础 欢迎在节目留言区发表您的见解 纠正节目可能存在的错误 谢谢大家收看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给我们节目点赞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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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